欢迎收看大伙实际 今天用白菜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将白菜切成碎片 碗中倒入两个鸡蛋 加入适量的食盐 胡椒粉 花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30克面粉 搅成糊状 等饼光又热 刷上食用油 油热后 老菜糊喷平整 撒上一层黑芝麻 搅上盖子烙两分钟 打开翻一面 搅上一层油 再反复翻面 烙一分钟 即可出锅 美味的白菜鸡蛋早餐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营养丰富 做法简单 喜欢就赶紧试吧 欢迎点赞 转发评论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